台湾歌手卢广仲今天结束11个月的替代一退伍了 他说服役期间因为不用像当歌手的时候 想要穿什么就可以要穿什么 还可以有时间读书 所以每一天他都很开心 退役之后就要重回歌坛 只是当时记者要他现场唱个几句 卢广仲却是紧张得满头冒汗 牙膏牙刷还有桌上的咕咕笔 全部都收好放进纸箱里 结束11个月的替代役 卢广仲终于要退伍了 从服役的卫福部官员手中接过退伍令 卢广仲说服役替代役的每一天他都很开心 这一年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 因为可能之前是歌手身份的时候 你每天出门可能为了表演什么 你都要想一下可能今天要穿什么 但是服役这一年我觉得很棒的一点 就是可以一整年都不用想要穿什么衣服 然后你都知道每天要去哪里 方向很确定 好像有长高 就是好像身高有长高 长多多小 然后不知道就是 就是觉得看世界那高度 就是比以前高一点 然后因为这一年也利用很多时间 看了蛮多书 不用想要穿些什么 还可以读书 让自己变高变聪明 卢广仲很满意这一年的替代役生涯 唯一的不习惯应该只有过去招牌的马桶盖 因为服役不得不修剪成现在这个发型 因为我就是一直露额头觉得蛮没有安全感 所以很希望赶快留回之前的发型 退役后不止头发要留回来 还要重回歌坛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有面对媒体 记者起哄要他现场唱个两句 只见卢广仲一头汗 猛拿退舞令山峰紧张万分 干笑了一会儿才开口 不管你睡得多晚 起得多晚 曾志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 对啊对啊 对啊 对啊 谢谢 谢谢大家 虽然只有几句 但听听这简单直播的声音 歌迷知道他们喜欢的卢广仲回来了 新厂台电视综合报道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